最強是名標5K5月份板橋場 14日晚間在板橋第一運動場舉行 當天天氣陰涼舒適 跑者們皆在場內進行標速 本場由土城慢跑擔任配速團隊 在配速員的帶領下 跑者們也從中漸漸學習 掌握好自己的配速 參與B組的跑者邵紫雲 本次也跟著跑團團員們一同來練跑 首次參與標5K的他 也和我們分享完賽心得與今後的賽事規劃 因為我們本來就在一般二次都會在板體團練 那我的心得就是一開始有點跑太快了 所以後來就有點爆掉 就是沒有按照自己的配速 但是就是還第一次來的話還算滿滿意的 今後的話我們會是台北馬拉松 然後長榮馬拉松還有華航 中華民國越野跑協會秘書長王仁豪 本次也來跑西竹體驗標5K 再後他笑說覺得今天天氣很涼快 跑者們應該都能表現得不錯 可惜自己跑得不太理想 不過他很歡迎5K的跑者也能和他一同來體驗越野賽的樂趣 實際上練5K呢 它其實是提升你的有氧耐力的預值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們平常其實跑越野的時候 日常還是會回歸到平路的訓練 我們在7月21號有在我們的東吳大學舉辦士林越野 單純是為了做推廣 推廣這項運動 那讓大家親近山林跟各個同好 一起能夠奔跑在山上 除了以跑步備在每個週末假日的入跑賽 本月份也有壽星跑者選擇以跑步慶生 而在每組的5K玩賽後都有成績打卡與好禮抽獎的活動 提醒跑者們在玩賽後記得到抽獎區 別讓自己與大獎擦肩而過 村內 新北報導